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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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兵 策划内玛尔镇严彩虹过人和吉秀逆天一比六花样月后位 时长约三分 腾讯体育8月26日训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罚假联赛中 巴黎胜至尔曼最终一三比一的比分战胜了昂胜 比赛中巴西巨星内玛尔的表现可谓是十分的出色 在赛场上献出了一粒精彩的进球 不过内玛尔在球场再次上演彩虹过人 胜技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所谓的彩虹过人 微波就是一种足球过人技巧 进攻秋远在行进中 双脚将球加住 并跃起 将球从背后甩到空中 落在身前 从头顶或调防守队员 对于这样的动作 内玛尔可谓是非常痴迷 这部 在对着王约的比赛中 内玛尔又一次上演了这样的动作 在面对对方后内盲锁的防守时 内玛尔在经过了一次节奏变化之后 然后就非常熟练的用起了彩虹过人的这个动作 尽管针对这一动作 对手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在后还是有不少球迷担心内少在宣祭的同时 会让对手劳怒 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就在今年的世界杯队阵哥斯达尼加的比赛中 内玛尔也感受了这个过人绝技 比赛进行至第96分钟时 内玛尔边路上演彩虹过人 值得一切的是 由于当时的过人动作 发生在比赛临近结束之际 而且是巴西已经锁定胜局的情况下 因此被内玛尔用这种方式过掉的哥斯达尼加后卫也是老羞成怒 在背后飞踩了内玛尔 庆幸的是 内玛尔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更为注目的一次是在2015年的西班牙国王杯决赛中 在比赛临近尾声之时 把扎比分领先 内玛尔左侧底线处 面对布斯严萨的防守彩虹过人 被布斯严萨一把推倒 内玛尔的这个动作提怒 斯比尔巴乌经济的其他球员 伊图拉斯佩甚至还用手打了内玛尔的脸一下 不可否则的是 这个过人动作对于对手来说有着一定的侮辱性 很容易激怒对手 或许内玛尔在未来使用这个过人动作那时候还真的需要再谨慎一点 加加布鲁根